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2021年免费甲骨文云最便捷的首次使用设置,并能够独立完成所有设置,预先打通免费甲骨文云的任督二脉。 大家好,我是老罗,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化时代的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请关注老罗,也希望大家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次精彩相遇了。 大家好,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免费甲骨文云2021申请教程。 那么,申请好免费甲骨文云之后,我们将对甲骨文云进行一些预抄作。 也就是初始化操作。 这些看一下我们申请到的免费甲骨文云,包含哪些配置信息。 大致上讲一下,我们会拥有两个免费的Linux系统,也就是两个免费的VPS。 它的内存为1G,网络带宽出入占数据为10TB。 应该是两个免费的,应该是两个免费加在一起的出占数据为10TB。 一核CPU,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在进行甲骨文初次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配置。 甲骨文云的官方登录服务器使用的是密钥方式。 这种方式,有着它的安全性,但是它缺失一些辨解性。 所以我们还是习惯使用用户名密码的方式来进行登录。 那,在这个免导入密钥直接登录的视频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变密钥登录为用户名密码登录的方式。 第二个,甲骨文云Linux的VPS服务器网络端口设置。 因为Linux的VPS服务器,它的网络端口只开放了有限的端口给我们使用。 这也是提供了一个安全性,但是就失去了一些辨解性。 所以,作为我们刚开始的测试应用,我们可以开放一些端口。 那么这里详细的概述了我们将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开放免密钥登录。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叫XShare的软件。 这个软件提供了免费的个人版,可以从官网下载。 第二个就是我们远程登录服务器的客户端,叫Puti。 这个软件也可以从官网下载到免费的正式版。 随后,我们需要登录加工云的后台,等待我们的操作。 还有就是密钥要改密码的脚本。 这个脚本,我们会提供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个人版是可以免费去下载的。 在XShare中,我们进入工具。 进入新建用户密钥生成向导。 在密钥内型和密钥长度保持不变。 因为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公钥。 生成的结果是文件扩展名为点PUB,这个公钥文件名。 好,我们现在点下一步。 现在正在生成。 好,显示公钥对已成功生成。 点击下一步。 我们给公钥起一个名字,因为之前生成过一次, 所以我们给它可以重新命名。 比如说,我们就叫Anchor罗。 这个密码是给密钥加密的密码。 好,点击下一步。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公钥文件信息。 再次我保持所有的不变。 这是sh2-open ssh,我们另存为文件。 好,保存。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就已经保存在刚才的目录中。 我们可以打开目录,请先查看。 好,目录中有我们刚才的宣称公钥。 那么我们来通过这个公钥,申请加坏免费的Linux的实力。 创建实力,这个名称随便了。 也可以改成你想要的。 在编辑中,镜像和配置中,点击更改镜像。 使用我们比较经常用的吧。 这边选一个16.4的Ubuntu。 点击选择。 好,这个要注意啊。 在配置选项中,切记有符合始终免费条件。 这个提示,我们才能够使用免费的加固文语。 如果没有此提示,那就是一个收费的加固文语。 很可能要从你认真的信用卡中扣费。 这点要切记。 好,再往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添加SH密钥。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密钥拖转进去。 点击,然后拖转。 好,在这里。 按扣楼。 最下边。 我们可以看到显示高级选项。 点击。 可以这里看到两个单选项。 第一个是选择。 第一个是选择Cloud。 init。 init。 脚本文件。 第二个是粘贴。 Cloud。init脚本文件。 那我们就粘贴一下。 Cloud初始化的脚本。 这个脚本文件我将会提供给大家。 这里暂时实。 这样的。 这个脚本文件。 登录用户名或root。 那就是这个无上的上帝群件了。 密码。 我设置成为这个。 I'm uncle low。 当然。 你这里必须修改成自己的密码。 我highlight这里。 这个是可以定制化的。 当然。 你不介意也可以使用我的密码。 好。 复制。 转贴。 OK。 好。 点击创建。 系统显示正在预配。 这里instance始终免费。 好。 正在运行。 这个加工云的免费实例。 基本上创建完毕。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些测试。 虽然用户名是乌版图。 但是。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大家看到公共IP这里。 不只。 我们在。 我们在Windows里面用putty来给大家进行验试。 open。 能会显示一个。 。 添加。 key。 yes。 好。 我们这里的用户名将用root。 如果发现显示这个putty。 error。 证明这个甲骨温云的实力。 现在还在配置。 还没配置好。 我们稍后片刻。 。 OK。 现在可以了。 好。 出现password。 我们。 我们就使用 这个password 进来了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 用密码来管理 我们云的方式 关于第二个网络配置 这里就简单的 再复述一下 原始的vps 一般只开放 共远程登录的二端口 如果你要建立网页 或者做一些相关的 程序 和服务 就需要逐一开放端口号 防火墙管理是一项 很复杂的工作 所以说作为测试使用 免费甲骨文云的vps 我们 还是先把端口号全开 大家好 甲骨文云机器默认仅开通22端口 那么 所有的端口都没开放 怎么办呢 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 是网中的数据 担任全列表中 再点 我这之前已经设置过 你们可以参照这个来进行设置 在第1行 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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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所有协议 可以改成这个 把 协议改成所有协议 虽然这有一定的风险性 但是 也算是比较懒的办法吧 最后希望大家 按照上述的实力操作 Don't be lazy, just do it 千里之情,属于足下